天寶, 你的廚藝又進步了 謝娘娘讚賞 奴才這段時間一直努力鑽研廚藝 希望在娘娘休養的時候 可以吃到一些既安胎又美味的菜式 奴才其實已經成功鑽研了火焰奶落 不過娘娘這段時間 不可以吃太寒涼的東西 所以還是等適當的時候 奴才再煮給娘娘吃呢? 那好吧, 代我產下籠兒 你再煮給我品嘗 緊出娘娘之命 今天是十五 我猜月亮一定有我的臉這麼圓 既然大家吃飽飽了 不如出去逛逛吧 也好, 天寶, 你說呢? 娘娘, 怎麼說怎麼好? 那走吧 想不到出來也挺涼的 小姐, 我忘了替你拿外衣 不要緊, 我也不冷 不要, 娘娘 這時候冬親對她的胎兒不好 是呀, 我現在馬上回去替你拿 那好吧, 你回去替我拿吧 好 天寶, 你看看 月亮多圓多漂亮 娘娘的心情真好, 上月 你知不知道, 世事真的很奇妙 自從我懷有龍胎之後 心情就不同了 好像所有不開心的事都忘記了 只知道我要好好養胎 讓霞兒健健康康地出生 對, 所以奴才在這裡服侍娘娘 我的眼睛 娘娘, 不是幼眉吧? 不是, 好像有沙吹進眼 不要用手出了, 娘娘 不介意的話, 奴才幫你 我又怎麼會介意呢? 你小心點 不知道今晚的宋菜 是否合皇上的口味呢? 宋菜不錯 想不到麗貴妃也知道朕的口味 謝謝皇上稱讚 這些只是臣妾的本分 論本事, 臣妾又如何及高上善感 可以完全掌握皇上的口味呢? 天堡確實有多了解朕, 而且聰明活潑 重情重義, 實在不可多得 但皇上, 人越重情, 只怕越難忘情 麗貴妃, 你有什麼話想跟朕說? 恕臣妾多言, 最近宮中有謠言 而且還傳得沸沸騰騰騰, 他們說… 說什麼? 他們說高上善和華妃娘娘在避暑山莊 公然是花園內輕輕握握, 太道親戚 說他們似乎有不可過人的私情 混帳, 簡直是無溪之談 朕今晚是春希殿 並不是要聽這些無溪之談 天堡的為人, 朕比你, 比其他人更加清楚 你不要做謠生事, 依我存我 變得這些無謂的謠言 壞了華貴妃的清語 皇上, 臣辭子, 你想… 走了 朕還有事要辦, 走了 你要反省一下你的言 小如, 怎麼一個人瘋狂地站在那裡 有心事嗎? 我沒事 我知道什麼事了 你一定是因為聽到近來在宮中 有些謠言 是說天堡少爺和蓮飛而擔心 其實不用聽其他人說的 我跟了天堡少爺這麼多年 我很相信他為人 他絕對不會和蓮飛有任何苟且之事 天堡的心, 我很明白的 我也相信他和若迪沒有任何私情 不過最近謠言傳得這麼厲害 我怕有人全心想傷害他們 在宮中 只有瘋狂手小菜和天堡少爺作對 我猜他不會大膽說謠言中傷他們 宮中那麼多深藏不露的人 居心可測, 視機移動 我怕這次他們想傷害的不是天堡 而是若迫 萬一真的這樣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我已經寫了信給天堡 要提醒他時事小心 不過最近我不方便出宮 不如就由你交給他 順便提醒他 不如你向皇上找個藉口 盡快回宮吧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儘快交給天堡少爺 叫他儘快回來 天堡少爺 這麼空間來找我 二查善房不用做嗎? 不是, 小余托我把這封信交給你 順便去探討你 剛才宮中有些謠言 我傳你和蓮飛、華貴飛 什麼都好, 有私情 怎麼舊情復刺 你和小余都想多了 哪有這麼多謠言 不是吧, 小心點好 正所謂寧可信其友, 不可信條毛 其毛 皇上華這次對我絕對信任 做完事之後我馬上回去 和小余說, 叫他不用擔心 不會的了 不過, 小余, 我真是… 走吧 近日宮中有些謠言甚囂塵上 不知道皇上可以聽聞呢? 柯家所指的是上膳高天堡 和華貴飛於備署山莊 備而有私情的謠言 而臣有聽聞 原來皇上早已聽聞 總之是皇上日理萬機 對於這些謠言會不聞不聞 黃額良, 是兒臣派高天堡 去照顧華貴飛的飲食 兒臣對她二人絕對信任 這些謠言都是無中生有, 絕不可信 皇上, 你的想法裡面太簡單了 這些所謂的謠言 傳一傳一傳, 奴才就會信以為真 就會相信皇上 不自己非子也管不了 又如何管治國家 況且空月來風未必無恩 皇上, 你真的信任高天堡和華貴飛? 兒臣與高天堡雖為君臣 但經歷多次出生入死 早已親如兄弟 兒臣絕對信任她 皇上可有見過這雙玉筷子嗎? 這雙玉筷子是哀家暗中派人 分別在羽花角和高天堡的房間裡找到 哀家還知道華貴飛在入宮之前 當年和高天堡是有過一段情 是有過一段情緒, 如今一個是上線 一個是皇帝的妃子, 已經恥情不在 賀爾還留住當年的定情信物 是不是代表仍然偶斷絲連 相信皇上心中有數? 至於為何解決這件事 愛家就交給皇上去決定 愛家還知道華貴飛在入宮之前 當年和高天堡是有過一段情 河爾還留住當年的定情信物 小汶子, 朕想今晚去一趟避暑山莊 你要打點一切 皇上, 根據行程 應該明早才出發避暑山莊 放請夜深出宮, 怕是及皇上安全 不必多言, 快去準備 走 小桃, 你幹什麼? 開著門, 冷風吹進來會凍傷的 小姐, 我在等天堡送夜燒來 小桃, 你說今晚會不會有火焰奶酪吃呢? 火焰奶酪是航糧的食物 天堡不會再煮給我吃的了 我知道了, 你當然想替本宮享用 小桃, 小桃, 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小桃 不過又被你猜中了 小桃, 不知道是否今晚吃得飽了 小桃好像覺得有點…頭暈 小桃, 小桃, 你幹什麼?小桃 小桃 娘娘, 盧財已經準備了夜燒了 娘娘 小桃 小桃, 娘娘, 醒了, 醒了, 醒了 皇上已經夜燒了 貴妃娘娘懷有籠總, 蓉已疲倦 相信娘娘也已經就寢 不如皇上明早再來探望吧 郭德成, 你從花園開始 就一直阻撓朕來探望皇貴妃 皇上, 究竟居心學俠 是否有什麼不可過人的事 你做錯了什麼好事 皇上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 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subscribe